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主力肯定都在乌克兰那边 然后他们的经济也是跟我们深度挂钩 那么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又是欧美 我们现在还没有脱钩 但是如果我们和俄罗斯深度绑定之后 或者说收负某个岛之后 很可能就会脱钩 所以说那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干什么了 这个很可能 你觉得让他讲办法 不是 等一会儿 很可能会脱钩的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把这个脑袋想的是吧 他讲办法 让他先把办法讲 你把办法讲了 可能有点问题 你先把办法讲了吧 你继续 你想想 我们外东北啊 还有外蒙古那边 站了我们已经四分之一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 你想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办法是什么 最好的办法 不用你给我科普历史 我让俄罗斯 我不知道说这个话 不用你给我科普历史 不是四分之一 是十分之一 办法讲办法 只要我们不支持俄罗斯 然后呢就有可能能拿回来 怎么拿 比如说外蒙古 怎么拿 怎么拿 便有可能 这个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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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过战争的手段 拿回来 怎么拿 办法 可能会是吞病 怎么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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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累啊 好累 嗯 嗯 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说 你说吧 真的是 我们就是一个小客直播间 有啥不好说的 不要吞吞吐吐的 真几个磨 怎么吞 我这个不好说 然后你们给你脑补 怎么吞 我不想给你脑补 你有病吧 你讲的都让我们给你脑补 你讲一堆 让我们脑补 直接说 然后呢 然后呢 怎么吞 先说清楚没有 然后怎么吞 说 谁他妈给你脑补啊 怎么吞 说 只要他们弱了的话 什么 我们可以签一条约 就像当年 我们清朝的清朝约一样 怎么签 你怎么让他跟你签 怎么签嘛 手里有核武器呢 跟清朝能力比嘛 两个国都有核武器 大哥 你怎么让他跟你签嘛 他的核武器比咱们多 那以前乌克兰也有核武器 现在没有了 对啊 俄罗斯现在有啊 就是 就是 俄罗斯可能也没有了 怎么 怎么 你那时候去堵这一个可能 是吗 堵这一个可能 是吧 因为我当然说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 你不用说这个 你说这干啥 办法 你就告诉我 怎么让他签 办法 你嫌乌克兰 怎么让俄罗斯签 你讲办法 你不用提乌克兰 你不要再绕了好吧 等到俄罗斯 远东 没有核武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有可能就可以签了 这句话是屁话 等到俄罗斯 这个国家没了的话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拿回来 那这妨碍我们现在跟他做声音吗 那这个妨碍我们现在看 等到人类灭绝了 更这些事都不用烦恼了 你讲的这个方法 妨碍我们现在跟俄罗斯做声音吗 这不是傻逼吗 这不是 对啊 不妨碍啊 所以你在讲 讲什么屁话呢 那你就等呗 等到俄罗斯没了 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脱钩了 他都没了 等嘛 那我们一边等 一边做声音还不行了 对啊 冲突吗 那我 市场肯定是好事 肯定是好事 你不用说了 我用你的逻辑反问你一句 好 那我可不可以等到 那个美国没有核武器了 然后我直接一发导弹 把他给轰了 为什么要轰美国呢 那我 为什么要轰美国 美国又没有占领我们的领土 没有美国 没有美国 台湾就回来了 来 你接受它 好吧 你这个事怎么解决 这解释 你想一想 乌克兰以前也是有核武器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 不是 你不没有领土吗 那台湾是不是 台湾肯定是 肯定是我们中国的 来 你要说啥 他不是说为什么要那个吗 你有那啥样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你有准备 1994年 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 美国以保密为由 拒绝我国加入 这是第一个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为什么 我加速一下 这是别人整理的 我念个 好 1993年 美国关闭GPS 导致我们的中国银河号货轮 在海上迷失方向 被控海上33天 这是第二个为什么 然后我们时任外交部 第三个 国际 好 第三个 1996年 美国关闭GPS 导致中国导弹发射全部失败 嗯 来 你是听我念完 没有 没有完事的 没完事 再给你列几个 2003年 中国申请加入欧盟的 伽利略导航系统 交了2亿欧元 遭到欧盟的戏耍 2011年 啊 禁止与中国一切寒天合作 嗯 啊 看到没有 这个画面里面哈 你不要对待我念完 你问了为什么 我 我就告诉你 亲戚会呗告诉你啊 好 念完了 没有 我再补充两条 哈 1998年 1999年 美国为首的北约 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 对 1996年 我们想要收复台湾的时候 美国开来了航母战斗群 嗯 还有我们的王伟练士哈 吸收了 2001年4月1号 美军飞机闯到我们领海附近 然后把我们的飞机给撞了 你这些事你都忘了 是吧 所以我在逃 那我现在问你 我们可不可以等到 美国没有核武器了之后 我们把美国给轰了 我从来都没有说 我要轰某个国家 好不 你刚才不是说了 我只是说我想收回 收回 那我们不轰了 不轰了 等美国没有核武器了 我们把美国占了 不占美国 我们只是想到我们中华 不我们想 那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跟你 我们要更大的领域 我想把美国占了 然后还给印第安人 对 那这个没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 我有意思 因为我们我们的主张是 你刚才不是叠了buff吗 你刚才不是叠了buff吗 你说你是什么很 坚决维护我什么中华民族啊 什么这样国策嘛 对吧 你叠的buff嘛 那我就告诉你啊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是符合我们的 我们现在的国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吧 那你不支持 美洲是属于印第安人的 你不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印第安人是不是人 我肯定是支持 那印第安人是不是人 所以啊 我们就帮印第安人拿回领土嘛 等美国核武器不能用了 我没有必要去帮他们拿回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我们愿意人大主意 顺手嘛 因为反正我们都是要收拾美国的嘛 顺手嘛 领土占了嘛 可以占 为什么 可以占俄罗斯的 我们不但要按照你这个理论 我们不但要拿回我们的土地 我们还要把俄罗斯占了 我们不但占了俄罗斯 我们可以占俄罗斯 我们就可以占美国 凭什么可以占俄罗斯 不能占美国呀 我很不理解你的想法 不需要你理解啊 那俄罗斯对我们有好处的 那占俄罗斯对我们没好处吗 他武器都不能用 占美国对我们没好处吗 那么肥沃的土地 就是就是就是占的土地 不是越多越好吗 对啊 那么肥沃的土地 既然你说占了外东北有好处 那我再多占点 把西伯雷亚也占了 不是好处更大吗 那也不是我们的 占了就是我们的了 占了就是我们的了 那美国也不是美国人的呀 他是印第安人的呀 那历史上不是我们的 你管他历史上自古以来 浮天之下墨飞黄土 月球都是我们的了 关于美国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战略进攻的状态 对啊 这样的进攻了 那我就要美国的土地 那么肥沃的土地 这样对我们不好 嗯 就美国的土地肥不肥沃 美国的土地肥不肥沃 不是不是 美国的土地肥 美国的土地肥不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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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土地 那他没有原子弹了之后 还不是让我们拿捏摆布吗 我们跟美国是在抢那个高科技 我不要 我要抢美国的地 我要美国的地 不是 你俩讨论少 那很无聊 我们是不外意占领他们 不是占领他们土地 我们要他的地 不行吗 我既要高科技 我也要地啊 不行吗 为什么现在美国要反对我们 你是在念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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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说你自己的话 别不顾 你没念稿 别不顾对方说啥 你就把自己闭着眼睛 往前念 所以我在问你啊 那个美国的地那么肥沃 我们占领对我们不好 没他们提芯片了 现在呀 对啊 没有人提到科技 没有人提到芯片 你他们嘎嘎 芯片强大了 什么的了 你他们念稿 这不是念稿吗 刚才不是你一直在提土地的事情吗 你提的是土地啊 那我们要拿美国的 我是用你的逻辑来 我反过你啊 可以拿俄罗斯的 为什么不能拿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不是我们的 俄罗斯也不是我们的呀 但是我们要这样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 俄罗斯他可能以后没有 我再给你谱个法 现在就是外东北 包括库叶岛 是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是符合国际法的 对 你现在说 那片土地是我们的 不合时宜 现在那片土 现在不是了 听不懂 所以我们如果 所以如果说 我们要占库叶岛也好 要占什么也好 我们就是要占俄罗斯 那能占俄罗斯 不能占美国吗 不是你能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土地而论 美国那么肥沃的土地啊 我们占领了 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吗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们的海棠 我不是 我不管你 我在问你 我在问你 那么肥沃的 你是国粉吗 你知道 你知道外蒙古是谁丢的 你老妈 海棠的 外蒙古不就是秃头丢的吗 所以不是 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那么肥沃的土地 我们占领了 对我们国家利益没有好处吗 有没有好处 那不就结了吗 那我就问你 那我们可不 那我们等着 等着美国的原子弹 可能以后没有了之后 我们到美国占了吧 这个是你的逻辑 这是你的逻辑 因为你说要收回 以前丢的土地 我们说那你方法是啥 你说那等以后 俄罗斯没有核武器了 我们就收 所以我们才说这种话的 现在俄罗斯 它全是靠我们的书学 只要我们不支持俄罗斯 知道就没有 俄罗斯没了 大漂亮和北约 要东扩到我们门口 怎么办 那确实就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现在 不跟俄罗斯闹翻 不就是因为 他帮我们顶着的吗 一旦跟大漂亮对着干的 俄罗斯没了的话 北约继续东扩 一直东扩到我们 黑龙江边怎么办 而且谁跟你讲说 现在俄罗斯 只靠着我们输血 我们也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而且欧洲也大量 地向俄罗斯输血 俄罗斯现在天然气和石油的市场份额 又占到了欧洲的第一 欧洲还在 狗狗收收地跟俄罗斯做买卖呢 而且你知不知道 可口可乐 又希望进入俄罗斯的市场了 再申请呢 专利已经提交给俄罗斯专利局了 对不对 所以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不光是我们 也有欧洲 也有美国 好吧 我同意你们关系 跟俄罗斯部分绑定就好了 不要全方位绑定 我是这么决定 哎呀 就兄弟 你那个知识储备也好 你今天多大了 听声音不大 你上大一 你就好好学习得了 行不行 等你以后工作了 当上公务员了 当上省长了 当上啥的时候 你在讨论这些话题吧 行不行 你现在说这个有点早 因为你还没脱产 我知识首位太低了 你好好学习以后 开课眼界 以后放寒价 攒点钱 出去出国旅游 多看一看 全世界怎么样 好吧 好的 我的知识首位太低 大一小孩 你就好好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也好 作为什么也好 其实是鼓励孩子们 考虑一些宏大的话题的 你们可以聊一聊 比较大的话题 但是你们现在这个 一定要意识到 你们懂得很少 189岁 刚能